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在北京开幕 5月12日多位亚洲文艺名人参加了嘉年华彩排并登台表演 14日林俊杰在微博晒出三张在后台与其他同台艺人的合影 并且表示很荣幸代表新加坡来参加本次的亚洲文化嘉年华 与林俊杰合影的艺人们基本涵盖了各年龄段和各从业领域 不少网友将这次合影成为世纪大同框 并祝福林俊杰演出顺利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